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薇 这个是半斤 很多人说现在我们开场白都没有半斤了 其实一直都有的 上一个视频说的是我们2021年 就过完春节以后 我们年后就各自分开做账号 做自媒体了 原因是我比较强势了 等于说反正我们彼此没有怎么妥协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就这样各自做各自的 其实这样子也好 因为两个人距离产生美 其实分开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之前确实也尝试了 两个人不停的去各种方法 去协调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还是会出现各种争执 实在是也没办法解决了 大家说的方法我们都尝试过了 比如说只听阿龙的 或者只听小薇的 或者说两个人各自拍一个视频 这样子 其实我们都有尝试 但是效果都不好 以前从阿龙去了印度伊朗 回来之后 就有很多人知道阿龙的才华 当时我也觉得阿龙挺有才的 以前可能全部听我的 他的才华都没有展示出来 疫情的原因 我们就两人一狗 在国内做的时候了 我就一遇到有人文的地方 我就想尽量的去 让阿龙就出镜展示 他对人文解说这一方面的优势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愿意在幕后 但是幕后我作为一个拍摄者 我可能有一些观众的视角在里面 可能我会觉得他这样说比较生硬 或者说他的表情这样比较木论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方面 我就会可能有一些直直点点的东西 可能我们就会出现各种争论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在做后期 我在做后期的话 也做拍摄的话 这样子的话 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对这一个景区怎么怎么做 心里大概都有一个想法 所以就会提一些很多意见 因为毕竟做了两年多 自媒体我们是创作了1000多条视频 其实我1000多条视频 可以说95%是我一个人 就是说做的幕后 不是说完成 我们也是一起拍 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赞足的 因为以前阿龙是 就是说尽管我们比较争吵 其实听我的还是挺多的 大多数都是听小微的 对自从阿龙 就我们人文拍的越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 就是说产生的分歧也比较多 很多人也有说我强势 为什么不就是说 随着阿龙一点不那么强势 我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我们那么强势的话 我们自媒体就做不到今天 对 就是阿龙跟就是说去伊朗印度 就是说之后去了伊朗之后 按道理说 就是说我就可能告别自媒体生涯了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欠在60多万 我们当时就彼此都比较努力 虽然说分开做了 当时就穷的买个面包车 我也开始就分歧 对脑子里面就想疫情来了能做什么 那就可能是做改装 就这样到现在我的面包车也没有卖 我也觉得我们这样会不断的争吵 因为我们每一次争吵就持续了 就是说好了三个月吧 但是第四个月肯定会吵了 一吵了可能就没办法就只能分开的那种 就反反复复这两年 如果一开始争吵我们就分开工作的话 可能说我们做了就各自做了一年多的自媒体的话 可能自己的账号个人IP塑造也会比现在强一点 可能阿龙的账号都不至于说停了半年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长远来看的话 阿龙单独去做账号 就是说做得很好的话 我是很开心的 如果阿龙单独去做做得不好的话 其实我也很开心的 因为他至少可以独当一面 以后我不用自驾游了 我也可以背包跟着他一起轻松自在 这样子 其实我账号停更半年 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没有协调好感情上的事情 而是主要是因为疫情 因为我原本的计划 就说伊朗去了之后 我还有去下一个国家的 是这样子打算的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就留在了国内 然后我为了我的账号 也是维持它的垂直度 没有说一会就发国外 一会又发国内这样子 去拍摄 然后现在就跟小微在一起 其实我们两个人做出这个决定 也不是说因为我们两个感情不合 或者分手 彻底分开 各过各的日子 也不是说那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想把自媒体当做一份职业 把全身心的投入去工作 两个人只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暂时分开 不是说感情彻底破裂了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 在评论区说的那样子 我们感情上 其实这两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的想法很多 因为我想的可能就是说 我的流水账很多 但流水账太多了 就是说观众也会看凡的 偶尔穿插一些 就是说高质量的视频 这样就会好很多 这样我们的账号就会走得更顺畅一些 可能会走得更好 我们两人就是说今年的收益 就前两年我们是一直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就是说贴老本在做 但是今年我们确实两个人一起 从大量餐之后 我们就一路在赚钱 但是彼此也妥协了很多 大多数是阿龙在妥协我们 因为说实在的 就现实就是这样 拍高质量的视频 比如说一个人 你想把它做好 就三五天出一个 甚至有人专门做那种的话 就十天半个月出一个 但是说实在的 生活就是每天很多人 他就发一个两个 我们导致很多时候 我们两个人一股在一起了 我们都会做视频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我们在晚上八九点钟 十点钟才发出去一个视频 而且还是当天的视频 所以说 我觉得别人比我们 就是家庭条件更好 他们还每天能发两个视频 或者有时直播 或者也有在带货 可能带货怎么说 他们会挑选货 他们带货是很正常的 或者他们直播 他们有才艺 能度的观众大家的喜爱 就是说有一些赞赏 那也是理所当然 或者有一些说 去冰天雪地吃苦 但是他能吃那种苦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他们该播放量高 像我们的话 我们在零下一度的 这样子的状态 都已经能的发抖了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不管人家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都还是蛮崇拜别人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现实就是说 还是要保持更新 就是说不要一一味的去迎合高质量的一些视频 再说在我们心目中的高质量 对专业的人来说的话 也是啥也不是 可以这么说 但自媒体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在国外做视频 也没有拍太多解说类的视频 都是比较跟人接触 聊聊 谈谈 玩玩这样子的一些 比较接地气的东西 但是回到国内 因为去到一个地方 也是可能是小微对我也有所期望 也许观众对我也有所期望 然后就会去想着去拍一些解说类的视频 给大家观赏 其实我觉得那并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有时候出不了片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相互制约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拍 比如说我想拍这个东西 就会想着他能不能配合好我一起拍 如果他在做其他事情 我能不能拍得到 或者说他愿不愿意去拍这个 然后他的想法是不是说也要拍这个东西 就相互制约的时候 你就很难说把一个东西很顺利地拍下来 所以说别人说我们两个人 一天都出不了一个视频 你看看那个账号 你看看别的自媒体 他一天都能出三个四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 如果小微一个人的话 或者说我一个人的话 可能我们一天也能出两个或者三个 我没有想过 我想到是我们两个人 一天出一个视频就可以了 那前提是这个视频的日常的可看性 可能视频在十分钟以上 然后可看性就是说一天的内容全部都在里面 其实也是挺好的 就不是说拍一个视频三五分钟 你三五分钟一天拍三个视频 那合起来也就十几分钟 那还不如做成一个 很多人说我们是选择了工作 没有选择感情 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一起四年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我就想着不要这么吵下去 如果真的是就是说为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也想发展的更好的话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会比我们两个分开会好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们开车 比如说像之前的莫斯卡充 我一个人开车 我是不敢去那种地方的 一个人去 再加上如果阿龙选择了背包 他去那个地方 他也不方便 如果他要坐自驾游的话 他一个人的拍摄有时候也不方便 比如说像我们要去 我们拍摄了很多 就是说拍的好一点的吧 可能就是说了解的要好几天 然后了解的好几天 我拍摄日常也比较 就是说相对比较熟一点 就好像我们之前的昆明斗兰花市 那个地方 我们就拿了一个星期去拍摄 如果这一个星期只为了出一个片 或者两个片的话 根本就是说 划不来 对根本就划不来 可以这么说就亏本的状态 或者说你那两个视频的收益 只够你这一个星期开销 你根本都别想着去赚经费了 但是我们那一个星期 我们拍了很多日常 然后最后才出现一个总结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好处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 天天就这样睡熟练 大家也会看烦的 很难 很多地方我也不敢去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 我更适合面包车 或者换一辆 低调一点 对对对 但是我们梦想的生活就是我们两人一狗 开着房子 人自家环游中国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败给现实了 但为了我们两个以后吧 就是说不管以后怎么样 我们至少两个人都能各自自由一点吧 毕竟我们这样子的创作 不是那种小夫妻开店啊 然后男的做厨师女的收桌子洗碗 那么简单的事 我们大多数都是创作上的一些分歧 创作就是两个人一起 创作有分歧太正常了 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他有这些方面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就是说异地 然后学历 还有家庭背景 完全都不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一起四年多 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我也不想为了再去争吵 就是说把我们本来还有爱的一个情况 到时候弄成一个恨 然后彼此恨对方 然后就这样分手了分开了 那更不值得了 还有我们如果在吵的时候 我又是开车 我也经常开车 如果就出现我比较情绪的话 万一就是说我在行驶中 然后走神了走神了走神的这样子 突然酿成就是说事故这方面 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 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争吵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你鼎一句 我鼎一句 然后相互在责怪对方 并不是那样子的 很多时候我们吵架 都是因为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说错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事情 然后小微就暴霄如雷 情绪大变了 就感觉到很受伤或者心很累 其实有的时候 我感觉可能男生 就这方面可能特别不敏感 或者逻辑思考方面 跟女孩子就有点不一样 经常做错什么事 自己都不知道那一种情况 所以说很多时候 也是为了我们之间保持一段距离 可能也是更好的去保护小微 我觉得因为他确实是 一路上被我的莫名其妙的话 已经激怒了好几次 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的这种情况 发生了好几次 上次我们还没有拿到 潜力房车的手里 说我开房车 你开个面包车 跟在后面一起去洗澡 其实我就开个玩笑 或者把我的气哭了 我就开个玩笑 或者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话 我也没有真的把它当真 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就气得要哭了 就感觉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我开了房车自驾的手里 为什么要开了面包车 跟在我后面 好了 后来回到南车 我让他去开面包车 他又不开 但他有时候突然冒一句话 就要来气我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只是随便说说 或者说 没有到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我要去实际再好好考量一下 考虑一下 然后再做出打算 就像我现在 我说 我可能年后会开自驾 或者背包 但是具体是开自驾 还是背包 我到时候要具体去考量一下 可能是10天 可能是半个月 可能是一个月我要去考量一下哪一种方式 对我来说才是真正是正确的 这样子 我才会选择到底是背包还是支架 像你说开车要开自动挡 那时候我说 好吧 房车过户给你 你开房车 我开面包车 你又嫌房车太大了 那时候我说 那你去开面包车手动 你又嫌手动不好开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你好无语 那不好开之前还要说开一个面包车 跟着我后面走 然后说跟做是你 问题是我当时跟你说了 你还跟我反驳 难道我一辈子都不开车啊 我说好吧 好吧 你去开吧 你去开吧 结果回去摸都不摸方向盘 对 有个粉丝说 平时看到我们表面 呵呵些些的 也不知道我们暗地里 有那么多争吵 其实也还好吧 毕竟我觉得没有情侣不吵架 没有夫妻不吵架的 这很正常 只是说情侣夫妻 很多人都是不一样的工作 像我们的话 整天为了工作是粘在一起 每时每刻都在一起 摩擦矛盾是难免的 在所难免的 在我看来的话 要怎么样去化解 或者包容对方的一些缺点 化解一些矛盾 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 我把播放量 跟收益看得太重了 这原因 才导致我们 才会这样去吵 如果我哪天不会在意 这个播放量跟收益的问题 我可以就是说 每天不用拍视频 我就只负责开车 啥也不用做了 什么都是阿龙去拍 到人文的地方 阿龙去拍 哪怕上午天出一个视频 都是可以 但现实中不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现实中 我可能一开始都已经 觉得自媒体就是一股风 这个风过了 没有抓住 它就完了 小微现在的肩上压力很大 因为有这个车的贷款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还有很多梦想想学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我想去学飞航拍呀 想想学后期制作 还想去学什么潜水呀 还想偶尔来个背包啊 去去去国外呀 就可能自己想法太多了吧 小微想法也很多 确实压力 身上的压力也很大 我也有时候想着 哎 我们两个一狗开个房车 嗯 就有时候去拍拍星空啊 拍拍什么 哎 一说到那个星空 我们买的那个滑轨 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 那还是两年前买的 我们就想着去剩下天门 去阿宁那些有星空银河的地方 去拍岩石 结果我们一次都没有用 嗯 其实很多时候 我很愿意做幕后的 包含那些00s加上单反 那么加起来都有六七斤 我可以在手上拿着拍半个小时 或者一天就重复这样去拍 其实我也不会觉得累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哪怕做后期一个 一两个小时的素材 把它剪成10分钟 需要耗费很大的时间 其实我也觉得我也很喜欢那样子的 就是说那种过程 但很多时候我有时候觉得 我把我的这份爱好 就有时候觉得强加给了阿龙 对 比如说他买的滑轨 他自己也不用 也不去学 也不去看 一定要等到 到那个时候 我跟他一起 对 让他跟我一起 让我去弄 让我去操作 让我去搞这个搞那个 其实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自己不想学 自己不想弄的话 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不是我想学 我觉得你是一个拍摄 就是说在我镜头里出现了一个人 我想去这样拍你 那样拍你 所以说我们拍摄 就会有一些分歧 因为我想这样拍 我想那样拍 我就把它当成有时候像一个演员一样 我要这样拍你 你就要配合我这样拍 但现实中这样反反复复争吵之后 我才觉得是我错了 我觉得我不应该把我 就是说自己的一分血爱 强加给阿龙 可以这么说 我们认识了四年多 四年前 我们去泰国的时候 一位拍摄 去澳门的时候 一位拍摄 我就在跟他吵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自媒体 嗯 我就在一位拍摄 跟他吵 熟起来也是干扰 你之前买的那个大 超大的两米高的三脚架 也没见你用过一次 用啊 在西藏 那个我们还带去那个什么了 也用啊 有用过吗 用 在老家也用 只用的几率变少了 实在是太大 可太重了 因为我们的相机重了 因为去那些风大的地方 要拍原始的话 必须要那么重的一个三脚架 他才能撑起来 七八个小时 就是在户外那种 比较稳 比较稳 今天的视频 也是对上一个视频的一些补充 因为很多人说 我们彻底分手了 分开了 或者说 小微太详适了 或者怎么样 反正也是对一些评论 做出的回答 至于 就是说我们之后 是不是分手了 其实时间就会证明的 因为两个人分开久了 可能感情也会变淡的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也觉得这个选择 也没有什么错 我觉得阿龙如果能找到更好的 我也会去祝福他 如果他没有找到更好的 反正在他找之前 就找女朋友之前 我应该不会主动去找男朋友的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肯定 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想着 就是说 以后会更加努力提升我自己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真的想对方变得更好 其实我们两个人做出这个选择 也是想对方变得更好 成全对方 就是能够在创作方面 在其他生活方面 更自在更自由一点 让对方变得更好 对 哪怕是有一些不舍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一个月 赚5万的话 我们分开 我们彼此可能就一两万 一加一等于二 大于二 那选择了就选择了 有句话怎么说 生活不但有私远方 眼前的苟且 生活不但有私远方 还有眼前的苟且 对 不是说眼前的苟且 就是说生活中的小细节 工作中的小细节 工作中的小细节 生活中好像也像 以前我们没做这么一题 我们拍摄就在吵 还没趁我们吵架打架之前 我们就这样分开工作 挺好的 大概就这样子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 然后大多数都是小维的心里话 然后也勾起了我一些心里话 跟大家勾起了你的委屈 是吧 没有 不是委屈 就是跟大家想说的东西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说什么的 但是就好像你说了一些 然后我自己也想说一些这样子 大家听听也就听听就算了 就当看看直播而已了 对 就当是看一段直播 那就这样子 下期再见 拜拜